大家好,又是我查理 有一個租客問,如果住在單位樓下發生意外 我可否因為這個條件而提早退租呢? 我們要定義一個意外是什麼? 首先,如果樓下是一個災害現場,譬如火災 你要看看這個火災的問題會否影響到單位的結構 譬如它是燒了你上面的窗,令到你沒有窗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這個可能會影響到你生命安全 你可以考慮跟業主說退租 一般情況之下,我相信業主會接受 但在合約法裏面,其實你們都要明白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說在香港的租任條款裏面 他租一個地方或者租一個單位給你 沒有法例去確認這間屋或者這個地方是適合人居住的 他可以一個不合條件,不適合人居住 但沒有法例監管的,只要你接受就可以了 所以某程度上沒有一個很實質的條款 是業主可以接受你去租的 這是其一,其次就是一些空殺案延長 樓下發生命案,然後你就覺得 喂,可能,不是太好 下面是空殺,你害怕 那害怕是否一個實質的影響呢? 這個是心理上的問題 其實你沒有一個實質的答案 是要求業主退租的 所以基本上業主也可以拒絕你退租這個理由 但當然,就看你合約情況 如果你是固定合約,那就不用說了 你都可以跟他商討的,那就沒有說不行 那生業期不用說了 跟回租約的BigCost條款通知 就盡早離開了 今天的個案子就分享是這樣 如果大家like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和share 拜拜 與否 更好 臭小燈 和 可